在《路加呼喚》有說到 當這些災難發生的時候 尤其說,你們就挺身王手 基督徒去到這些災難日子 怎麼可以挺身王手呢? 如果基督徒經常抓住 這個世界要保持一樣 我家屋沒事,我家庭沒事 我的經濟沒有問題 這樣就不行的 當你抓住這些一切 有一天你會發覺這個世界會變 因為聖經有說到 《啟示錄》第十三章 到有一天 這個獸 即是基督的勢力 他就叫人 一定要拜這個獸像 和獸受印記 才能夠做買賣 到那一日 這個世界會改變 不是你隨便可以買東西 賣東西都要有一個印記 即是有魔鬼給你的印記 才可以做買賣 在那一日 這個世界已經是一樣的 而聖經說到 這個魔鬼的時間有多長 就是四十二個月 三年半了 即他時間是三年半 兩種心態 哎呀,慘了 為何會這樣 有人可以這樣 但也有人可以說 耶穌就回來了 三年半 最多三年半 當有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最多三年半 耶穌就回來了 聖經說到敵基督 在貼撒羅尼加後書第二章 講得清楚 他在神的殿中 自稱為神 他受人敬拜 是超過所有受人敬拜 他是跟其他所有的偶像不同 在啟示六十三章 講到他好像受了死傷 但他又活過來 那些人就當他是神 是超過所有的任何的偶像 當這個人出現 很多基督徒就很害怕 因為他會殺他 而拜他的人 就會覺得 這些一切都要過去 但當你用一個永恆的眼光看 我又死就死罷 不要緊 死了就上天堂 我就做好準備 其實基督徒都應該做好準備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日子什麼時候 我們做好準備 我們清楚自己得救 我們自己又去傳揚福音 在這個情況是很困難 為什麼呢 我們是需要有智慧的 因為你隨便去一個人傳呼音 他可能捉了你去報 報給基督聽的 這個就是傳呼音的 我們是要有智慧的 耶穌也說過你要防備人 因為人要把你捉到會堂 去審判你 但是耶穌說你要防備人 所以你要小心 不是叫你把自己投入羅網 這樣 但是我們知道日子短少了 真的會死就死 不死有幾長的日子 總之我就是做神要我做的事 這種心態 你就說不要緊 我所有做神都會紀念 神都會賞賜神會祝福 你的心就不會有懼怕 所以就算今天 我們未到這個日子 我們都說不要緊 神是會照顧我 所以信耶穌不要信一半 很多人信一半 有困難就說 耶穌也不幫 聖經是說清楚 神會幫 以及基督徒聽耶穌說 真的經歷到他幫 所以我們就信耶穌信了 我聽耶穌說 祂一定祝福 祂一定會幫我 一定會提升我 我不用怕 我不用怕我的生命 會變為浪費 變為沒有意義 一定會發揮 這個人就會有信心 就會不怕 這個是要調教的 需要時間調教 所以如果我們看肉體 人是會怕的 其實有些見證 我聽過有些見證 就是有些人被人打 但居然不痛 他在這裏親近神 可以不痛 有一天我們都可以被人打 另外一種 我們經歷聖靈的人 可以有很大的經歷 就是你可以在痛的時候 一路親近神 那些痛減少 你就感謝神 你的心就會沒有痛 其實在乎你的心 怎麼看 這個就是我們 從現在開始學習 不要那麼緊張自己的事 神會照顧 神會幫我們 而且這樣會紀念我們 並且我們的生命更加發揮 越害怕 生命就越多問題 就越痛苦 但是你越 因為耶穌也說到 人若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 人慣能達 神會活生命 就是你越想得到 這個世界一切 反而你可能得不到 所以我自己預了 有一天 如果我受迫巴 被人打 我就會祈禱神 你幫助我 明天都可以 就算被人打 可以不痛 如果痛 我又不怕 我就 依然 就 一路信靠神 在痛苦裡面 可以又平安又喜樂 還有作美好見證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痛苦是短暫的 但是 為神所做是永存的 和神的賞賜是永存的 當你 這個是我們現在都要學的 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什麼呢 我相信神愛我 神祝福我 神照顧我 心就不像普通 你普通人這樣想 死了 要受什麼苦 死了 死了 那你是這樣害怕的 但是 你用神的眼光 神一定會照顧 神一定會幫我 神一定會紀念 那你就得到得勝 這個是一步一步 不是一下子 我說完 你馬上改變到 是你每一天都說 神一定會幫到我 所以我有信心 我又聽耶穌說 做耶穌要我做的事 那你這個人就會提升 神奇 神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